如果全中国是个班级 同学就是省份 朝代就是学期 每个学期大家都有不同的成绩 夏朝学期 河南同学成了历史狂人 任类其冤 殷商时期 山系同学变身数学大神 二一天坐五 三下五穿二 而有个同学坐在后排 启梦晚 每个学期都要靠大神帮忙补课 这位同学就是云南 咱前阵子聊了云南的颜值 今天混子哥就带你走进他的内涵 云南的性格是地理决定的 山多地岁 把云南隔成很多部落 导致云南人跟外界交流很困难 因此云南在班里孤独透明 但每学期都有同学帮他辅导 有老师给他开小灶 让他的学习成绩嗷嗷起飞 辅导地点主要是在两个湖边 尔海边上是大理 滇池边上是昆明 云南的重要历史 就是围绕着这些大湖展开 下面咱们就挑几个重要学期 看看云南的成绩 这里是中原座位区 各个学霸打成一锅粥 这里是云南 各个小部落打成一锅米饭 中原混乱就有很多造反团伙 其中有支农民军 首领叫庄敲 由于造反失败 他带人从前中一路逃到滇池 然后发现自己就像刘姥姥进了幼儿园 一个能倒的都没有 最后他统一了这里建立天国成为国王 新国王给云南人民带来了高科技 铁器 原来这就是老铁 由于同学的帮扶 这个学期阿云的学习成绩有了点起色 与此同时他也发现 虽然与外界有了联系 但沟通起来还是不顺畅 你们学习真板价 真板价 于是阿云立了个flag 下学期要克服语言障碍 横补文化科 二 秦汉学期 老师提写 从秦朝开始 云南正式加入群僚 接受中原政权的统治 班主任盈老师表示 很重视 还专门修了一条公路 这条路北起宜宾南至丁池 五尺宽大概一米多 史称五尺道 到了大汉学期 阿云做了件事 把班主任刘老师者火了 阿云坐在班机门口 经常有人通过这里 向国外卖东西 慢慢的就形成了一条 走私商道 蜀身独道 在古代四川叫蜀 印度叫身独 因此得名 这时的皇帝汉武帝 也眼馋外貌生意 发现这条路后 马上太平灭了巅国 据说为了攻打西南 汉武帝还找借口 说梦到了一片彩云 醒了以后就带人去追 最后在南边追到了 于是就给这地 起了个正经名字 云南 打完仗 士兵们却被留在了当地 云南人发现 这群小伙能打仗 还懂中原文化 这可是群宝藏男孩啊 于是纷纷跑来补课 爸爸的爸爸叫爷爷 从此 本来没杀文化的云南人 腰也不疼了 牙也不花了 脑子也利索了 没错 我们的文化课 真的是体育老师教的 总之 阿云吃了老师的小豆 语文成绩突飞猛进 彻底解决了沟腾问题 三 大唐学期 自己报班 这个学期 云南的主要成绩 就是培养了兴趣爱好 当时有很多部落 其中一个叫南兆 抱上了班主任 李老师的大腿 成功统一云南片区 还在尔海边 盖了一座 萌萌大国都 阳邪灭城 由于和中原关系好 很多云南人 跑去学习文化 有人学习雕刻 回来立碑 记载君主功德 国家历史等 这叫做南兆德化碑 有人学习建筑 回来开发房地产 规模宏大 成了屯兵要地 这叫做龙尾城 因此南兆国力强盛 文化繁荣 还吸引来了 一批批佛教信徒 建了不少佛教建筑 比如著名的天龙寺 现在也叫重圣寺 这个学期 阿云主动补习艺术课 培养了一身艺术细菌 成绩赃赃往上传 但光等着人喂饭 也不是长久之计 还有什么更好的学习方法呢 四 宋元学期 消化吸收 这个学期南兆倒了 这里换成了一个 佛味更浓的国家 大理 大理国创始人叫段思平 就是他打造了大理断士 他是个佛学狂粉 带头信仰佛教 真的是带头 信仰 要从头做紧 导致大理上到贵族 下到百姓 大多都信佛 大理也被誉为 妙乡佛国 大理还继承南兆的传统 坚持拥护中原领导 没想到到了南宋 中原领导不行了 北边的蒙古崛起 一直到处碰瓷 大宋实力不行 只能默默受气 大理坚守初心 干当大宋小弟 当时蒙古人想要借到云南 夹击大宋 但大理一直不同意 于是这群套马的汉子 一路南下 先把大理给灭了 别挡到 紧接着在这里设立了云南行省 还把大展中心 牵回了昆明 这些期 阿云不断消化之前学到的知识 在艺术文化各方面 都有一定的提高 我要偷偷学习 然后惊艳所有人 明清时期 阿云的基地就是在发育 为下学期做准备 五 抗战时期 学术高光 时间来到1937年 日军发动全面清华战争 攻打各大城市 不少高校都遭了殃 保护士级 保护教绩 于是 清华北大南开三所高校的师生 带上家当 朝着西南腹地撤退 经过几个月的长途跋涉 他们终于在昆明 会合了一所顶级高校 这就是 西南联大 抗战八年 西南联大坚守八年 为新中国培养了数不清的人才 诺奖得主 李正道 杨振宁 两弹元勋 邓家仙 朱光亚 阿云自己也在这所大学的加持下 迎来了自己的学术巅峰 出成果吧 此后 阿云逐渐找准了方向 准备在新学期 大展圈角 六 新学期 反补班级 到了新学期 阿云不再只是被动学习 而是开始利用自己的特点 主动提分 一 风景好 就搞旅游业 凭借自身美景和各种动植物 阿云邀请大家来游山玩水 大力发展旅游业 有山有水 有树林 二 土壤红 就种经济作物 阿云家有丰富的红土资源 正好能用来打造多种特色农业 比如 土耳茶叶 斗南鲜花 玉西烟草 三 海拔插大 就搞水电 云南北边 山高古深 落差贼大 水电资源丰富 全球十大水电站 云南就占四个 其中就有世界第三大水电站 白鹤滩水电站 四 阳光充足 就搞光电 这是趋境 地处云贵高原 光照贼强 阿云打算把这块 打造成世界光伏之多 纵观阿云的学习历程 从原始山区 到旅游圣地 再到能源大省 每一步都值得10086个点赞 宝藏女孩阿云也向大家证明了 是金子总会发光 地理系列就讲到这里 还有许多地方等待解锁 迫不及待想安利家乡的小伙伴们 别憋着了 来 评论区介绍你的家乡 地域特色 风促人情 甚至刻板印象都可以 精权有限 速来占领 混之漫画 专制不明白